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在当下的娱乐圈中 李子元品牌以其快速的网速和幽默的网络热梗吸引了大量粉丝的目光 作为一个活跃在网络上的品牌 李子元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推广 更在于与粉丝之间的互动 令人忍俊不惊 最近,李子元对于诚意的角色深情点评 尤其是他在剧中饰演的陈州与秋水 李子元表示,陈州和秋水帅得独温无偷 帅得他温愣温愣的 这一夸张的形容无疑凸显了诚意在剧中超凡的魅力和吸引力 让人忍不住想一堵其风采 而对于角色之间的互动 李子元又调侃到秋水哥哥打架就打架 怎么还托人家衣服啊 这样的言论,不仅调皮可爱 还展现了李子元品牌的幽默风格 令粉丝们开怀大笑 当然,李子元的搞笑不仅仅停留在角色的讨论上 作为官方李贵妃 李子元展现出了一种可爱与调皮的气质 仿佛在向诚意传达她的心声 李贵妃你这么可爱 诚意知道吗 这样的互动,让人觉得品牌和明星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 仿佛他们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朋友 随时随地分享彼此的趣事 而对于李子元的表现 粉丝们也开始调侃到李子元这一天天的 你好歹也是我们家的李贵妃 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呢 要懂得稳重之道步 这句调侃不仅展现了粉丝对李子元的宠爱 也反映出大家对品牌形象的期待与关心 李子元在搞笑与稳重之间游刃有余 让人不禁感慨品牌的魅力所在 在当前的社交媒体时代 李子元这样的品牌无疑是走在了潮流的前端 通过幽默的梗和活泼的互动 他们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的关注 也让诚意这一演员更加深入人心 李子元的热格似乎成为了与诚意相关讨论的引爆点 让更多人关注这位实力派演员的动态 而诚意作为剧中主演 凭借其出色的表演让陈州与秋水这两个角色深入人心 无论是陈州的英俊潇洒 还是秋水的热血沸腾 都为观众带来了极大的视觉享受 李子元的热情点评 正是对诚意演绎的最高赞赏 不仅如此 李子元还通过幽默的社交媒体互动 增强了品牌与粉丝之间的联系 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享受娱乐内容 这种亲和力 让粉丝们感到如同与老朋友交谈 与发拉近了品牌与用户之间的距离 李子元凭借其机制的幽默 迅速地反映和对诚意角色的生动描绘 成为了网络上不可忽视的亮点 随着更多热梗地推出 李子元与诚意的故事似乎还在继续 未来的互动无疑会让我们期待更多的精彩瞬间 正如粉丝们所期待的 李子元会继续带来更多欢笑与惊喜 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快乐时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